我现在面前的是华硕刚刚发布的ROG手机8 我们一起来开箱看一下 哇 今年这个手机盒依然是有游戏手机那个浮夸的镜头 这里写的Pulldown 这个是向下拉是吧 我们向下拉一下试试 哦 是这样 像做手工一样 小口袋 这是装什么的 可能是装 应该是装这个手柄的 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这个是ROG游戏手机的一个传统异能 附带一个固冷风扇 这两面有两个侧尖键 是一个支架 对吧 它肯定是可以给手机这么支起来 下方有一根编织的双Type-C接口的数据线 这里是一枚65W的Type-C接口的充电插头 然后我们把手机取出来 一 二 三 噔噔 哦 拿到的是一款黑色的磨砂玻璃 有点像丝绸玻璃 然后机器的右上方这个写着 Established 2006 就是2006年创办的这个品牌 左下方吧 这个应该左下方 这个依然是和腾讯游戏进行的一个深度合作 这款手机拿在手上要比上一代轻了不少 一会儿我们来测量一下 这次重量减轻了接近20克 厚度减薄 弧面边框改成了这一代的平面边框 前代上下宽边框升级到了这次接近四边等宽 仔细看底部边框还要对宽一些 但是视觉上更好看了 7和8两代其实屏幕大小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因为边框变窄配合重量和厚度上的优化 手机手感要更接近综合旗舰一些了 变成平面边框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拍摄视频的时候 手机不容易跌倒了 之前拍ROG 7 Pro 每次要倒的时候我都需要鼠标暂停一下 然后再利用超能力把它立好 后盖设计明显简洁了不少 只有一条斜纹和镜头模组的一个缺角 有点是兄弟就在卡一道的意思 后盖这次加入了矩阵灯光 不同场景展示不同的动画 来电话会有电话特效 录视频会有录制视频的特效 我最喜欢的特效是这个 就是拍照的时候有一个倒计时功能 如果我们进行拍照 我现在按这个钮就是拍照 来大家看 看到了吗 当你把这个功能关闭的时候 你是完全看不出来这个位置有灯效的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我把这个功能关闭 手机后盖上 就和我们任何一款玻璃手机后盖是相同的 屏幕依然是游戏手机的自我修养 三星E6材质 1到180Hz之内实现LTPO自适应刷新 支持最高165Hz刷新率 游戏党他们就追求这个 作为一款游戏手机ROG 8 Pro 浑身上下都是对游戏的优化 我快速过一下 首先双Type-C充电接口 横向过持手机的时候不影响充电 支持在玩大型游戏的时候 只供电不充电 避免手机过热而导致限制芯片性能 第二 电容双肩键 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 按下去会有振动模拟机械反馈 和平精英 轻松实现四指持机 其他游戏也可以自定义功能 第三 芯片中置 两侧电池 横向过持手机 玩游戏的时候 手指接触的位置发热更低 第四 进入大型游戏之后会自动切换到性能模式 第五 游戏中可以通过AI识别 自动识取地上的道具 这个东西很有趣 现在自动识取 它是一个beta版的功能 如果我们走过路过 其实也可以没有错过 看到了吗 我只要跑过 它就自动的把松绒给捡起来了 这个beta版功能 有的时候你如果跑太快的话 就这个系统还没来得及识别 可能会出现错过的情况 但是在大多数场景中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我们再给大家跑步测试一下 看这个东西 看到了吗 失去起来了 这个呢 诶 失去起来了 诶 失去起来了 第六 游戏中可以通过AI识别 自动加速和NPC的对话 这个我觉得也挺实用的 第七 支持裤弄风扇 手柄 这个是传统艺能了 装的过程中 依然不需要外接电源 它只需要通过手机中间这个插口 然后给它连接 连接上之后呢 我们把上方这个位置给它按下去 诶 看到了吗 因为是官方定制嘛 所以有几个好处 一个呢就是 它给开机键这个位置 流出了一个触控按键 如果我们想截图 我们只需要把两个按键 默认有四档封锁 第一个就是智能 它根据手机的温度自己调整 第二个呢 就是正常的低功率风冷 第三个呢就是酷寒 酷寒呢就是大功率的风扇狂转 第四个是急动 急动呢因为比较耗电 所以它要求你使用外接电源 本身这个位置是有一个USB-C接口 有一个耳机接口的 所以说你可以给它直接进行手机的供电 同时风扇上有两枚机械按键 在一些游戏中可以实现六指操作 不过六指操作还是需要练习啊 初上手还是不如四指操作方便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的两个食指肯定依然是放在两个侧键键上 对吧 然后两枚中指放在两个这个实体机械肩键上 两个拇指可以继续在屏幕上操作 我必须要说 这个还是需要 还是需要练习啊 第八 游戏可以自定义屏幕的位置了 你可以选择全屏 也可以靠在一边 也可以让游戏那种居中两边都是宽边框 其实这就是防止因为这次边框太窄 给游戏玩家带来的误触烦恼 硬件方面呢 消灯8.3加最高24GB内存 最高1TB存储 实测游戏帧率超级稳定啊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帧率曲线 真的是拉直线的稳定 原神最高画质平均60.9帧 温度44.5度 因为本身定位游戏 所以功耗也要比传统机械更高 我用佩戴风扇玩了一把实测 最高画质达到61帧 这个帧率稳定依然非常夸张 配戴风扇之后 正面温度下降到41度 背面下降到39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 背面降温的效果 正好芯片就在手机中间 非性能模式的默认模式下 去玩王者荣耀 帧率依然非常稳定 耗电8% 这款手机配备了 5500毫安时的一个大电池 支持65瓦快充 这次我有个明显感受 就是这款手机 不像之前那么偏科游戏手机了 比如说拍照 增加了3200万像素的 三倍长焦镜头 我实在是没有时间拍摄样张了 所以直接给大家展示官方样张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主镜头支持两倍无损变焦 和两倍人像模式 达到了目前主流的焦段组合 增加IP68防水 增加无线充电 增加无线充电 这个对我来说非常有用 以上就是ROG8 Pro 快速开箱体验 核心用户依然是手游进阶用户 今年在保证游戏性能的前提下 让这款手机变得更加均衡 大家觉得这款手机怎么样 这款手机变得更加均衡 再次看下来 再次看下来 感谢观看